大家好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劇集就是《寧靜海》 相信大家在看這部劇之前都覺得很期待 而在看完這部劇之後 大部分的人跟我一樣都會相當失望 那究竟這部劇有什麼是做得不好的地方呢? 這次我就和大家探討一下這部《寧靜海》的劇本 到底有什麼缺陷 令到大家都對這部劇那麼失望 首先這個故事就是講地球的水資源短缺 而由培斗娜飾演的主角宋志安突然收到一個邀請 希望她可以去月球的《寧靜海》基地執行一個回收月水的機密任務 而她答應接這個任務的原因就是因為她的姐姐曾經在《寧靜海》基地裏面工作 而這個基地最後是發生事故令到她姐姐死了 而最吊詭的是在她姐姐發生事故之前 曾經發了一個加密的電郵給宋志安 叫她去找Luna 所以這個故事的戲就是宋志安要調查《寧靜海》基地的真相和找出Luna 而這個城應該是由宋志安尋找Luna所衍生出來的 一連串不可避免的行動 而這個城包括了太空船出事故 最後成功驚險降落地球 而宋志安的隊伍要回收月水樣本的行動裡面 宋志安幾經波折去調查基地的資料庫所在 最後終於被她找到 但是發現關於《寶海》基地的資料竟然被人刪除了 就是這樣宋志安的調查就入了一個死戶童裡面 在這個時候她就在基地裡面發現到一個會襲擊她們隊伍 跟她們爭奪月水的神秘生物的身上 找到一個Luna的字眼 而最後這個生物叫宋志安去到她姐姐在《寶海》基地裡面的房間 在房間裡面發現到她姐姐的電腦 裡面是說了關於基地當年發生的一切 而來到這裡就是劇本的傳了 而俠就是最後被運入隊伍裡面的間諜追殺之下 成功帶著月水的樣本和Luna逃出了《寶海》基地 等到救援船來到 或者你會問中間其實還有很多事件 例如隊長去收復通訊的系統 RX的間諜怎樣去殺死其他的隊員等等 為什麼這些都不算是城裡面呢? 沒錯 這些部分基本上對推進宋志安去調查Luna來說 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會覺得劇情散漫和節奏過慢呢? 就是因為這些資節太長了 令到主線模糊了 你想想整套劇只有8集 但是關於宋志安調查Luna的主線的推進 幾乎是由第二集的尾開始就已經停頓 要去到第四集的尾第五集的頭才再次推進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缺點 而第二個缺點就是劇本的衝突嚴重不足 因為主角最大的任務是在於調查Luna 和調查基地當年的事故 但是主角在劇裡面面對的阻力其實是顯得相當弱小的 我認為宋志安在劇集前期遇到的最大阻力 就應該是隊長孔劉以取得樣本為先的原則 但是孔劉的立場看起來就並沒有很強硬 反而很快就出現態度軟化 而最後主角只是說了他幾句 孔劉就已經自己爆出了資料庫的密碼 這樣看來隊長的立場根本就不夠堅定 所以宋志安克服起來的時候就變得相當容易了 好看的戲其實也會有強烈的衝突 但是這裡的主角面對的阻力實在太弱了 就令到衝突就不足以形成一個戲劇的張力 甚至其實孔劉的角色是有些多餘的 我思議為什麼不將隊長這個角色 換作因為受撐的死而變得激動的孔組長呢 在戲裡面孔組長的人物定位上的衝突是相當鮮明的 他的好兄弟受撐的死令他想殺死Luna 但是他知道他的任務是包括要活捉Luna 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衝突就相當出彩了 因為這樣可以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dynamic 內心的衝突會鮮明很多 而最後因為人性勝過理性而改變立場的時候 也都變得更加合理 而孔組長對完成任務的形象和立場比隊長是更加堅定的 所以更加適合成為對主角行動的阻力 而另外這個劇本在解謎上的處理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雖然我覺得這套劇的臨場感是拍得相當之好 但是這個應該是屬於導演層面上的範疇 而在劇本上處理月水的謎團可以說只有一個對白 來餵月水來賣下懸疑的伏線 就是王次長在臨死前的遺言 而這個對白在其後的劇情裡面 根本沒有令到主角產生對月水的疑問 例如當他們找到月水的樣本的時候 有沒有想起王次長在臨死前的這句話呢? 而從王次長的遺言裡面 我們可以得知他應該是這個隊伍裡面最清楚真相的人 而編劇安排他這麼早死 也是想在月水上面披上一層神秘的面紗 引起觀眾的好奇 這個鋪排竟然最後被直接無視 那麼次長的死甚至存在 是不是變得可有可無呢? 除了呈現月水會真身的面貌 和人類接觸月水之後的反應 某程度上解開了基地人員的死因之外 我認為月水的存在感實在是太低 幾乎只存在於被爭奪的劇情裡面 搞到月水這個本身應該是傳劇的關鍵 就很難令到他深深地印在腦海裡面 如果是我寫的話呢? 我會寫在基地裡面很多的地方已經被月水的洩漏 充斥了整個空間 而宋志安和他的隊伍呢? 是必須要想盡辦法去通過這些空間 去到達樣本的儲存庫或者資料庫 而穿過這些空間的期間有成員意外 或者被間諜推在這些月水裡面而引致死亡 那是不是更加令到觀眾有一種隨時一不小心 就會接觸到月水而死的壓迫感呢? 而到最後再加上先鋒系統的事故呢? 令隊伍在整套戲裡面都處於月水的威脅之中呢? 才可以令到月水的存在感大震 而在他們要面對月水的威脅同時呢? 又要抽出間諜以及對付Luna 這樣才可以令到整個劇本更加緊張 而現在天劇想告訴觀眾 月水很危險 但是就沒有被主角置身在嚴峻的環境裡面 感受月水那種隨時可以奪取人性命的威脅 所以才令到觀眾沒有辦法投入劇本的世界 劇本的處理失誤的確是致命傷 而編劇接受訪問的時候 曾經說過這個是一個尋找希望的故事 亦都想藉著這個故事 反思人在這種環境下所做出的抉擇是怎樣的 而這番說話其實你問十個編劇 十個都會說得這麼好聽的 問題是無論背後想表達的訊息 有多麼偉大都好 都應該回歸基本部 就是怎樣去說好一個故事 其實這個故事的前設是相當吸引的 甚至我有個想法 就是即使第一季的劇本寫得這麼差 我仍然都會想看第二季 因為他的故事背景的設定 實在有太多發揮的空間 例如在第一集的開頭 宋志安的email裡面 出現了一個叫Bill Red的人 這個人究竟是誰 是不是RX的人 而如果是的話 即是宋志安和RX是有聯繫的 還是宋志安根本就是第三個間諜呢 而她姐姐送遠景 會不會其實是未死的呢 未死的她到底在下一季裡面 會是怎樣出場呢 而很早就死了一個王次長 本身是否隱藏了有另一個任務去做的呢 而最後基地的意外其實還未完全解開 到底是誰或者怎樣去散播月水 引致到渤海基地的慘劇呢 如果《寧靜海》這部劇 真是開第二季的話呢 我希望編劇可以重新處理這些這麼重要的問題 以及將故事重新去組織說好 而不是只是不停地流伏筆 雖然第一季她有很多不足 但是你問我的話呢 我還是依然期待第二季是可以開拍到的 不知道你們又怎麼看呢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意見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一起討論一下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分享給你喜歡看電影的朋友 我們下次見